在位于起步区的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工地上 建设者们正奋战施工一线 按下项目建设快进键 今年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将迎来首展 首期展馆已基本完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的项目建设现场 现场的工人们正在抢抓工期 为今年的首展做准备 目前呢首展所需要的展馆已经基本完工 正在进行装饰装修等收尾工作 项目建成之后 这里将成为可以满足目前世界上所有类型展览需求的会展中心 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位于起步区崔寨组团 项目总建筑面积168.7万平方米 据了解项目地面承载力达到每平方米5吨 还提前预留了吊点 保证展览悬挂需要的承载力 不立柱的独特设计保留了足够的空间 满足多样化 展览需求 项目建成后将具备承接APEC J20等国际峰会的能力 并且展馆也可以承办游艇 飞机等大型中型机械展览 目前项目首展区域N2-N7展馆 以及登陆厅处于装饰收尾阶段 预计今年首次举办展览活动 其余展馆将于今年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项目分三期建设 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综合规模最大的会展中心 同时也是金属无面面积最大 地面承载力最大 单管跨度最大的会展中心 可满足世界上所有类型展览的需求